谁懂啊 开口的那个感觉自己都被净化了 1月24号 丹正母子发了这样一个视频 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共鸣 一个寻常午后 妈妈在扫地 儿子在弹琴 儿子对妈妈说唱 像云端 于是妈妈清嗓开口 开口的那一瞬间仿佛置身草原 干净又纯粹的声音 让所有的疲惫都得到了舒展和释放 网友们也被治愈到了 感觉心灵被净化了 原来被难公问雅摸头的是这种感觉 好好听啊 原谅这个世界五分钟 声音出来那一刻 颤了一下好纯粹的声音啊 少数民族是不是天生歌唱家呀 有人说高兴的时候听的是旋律 难过的时候听懂的歌词 那不如在这首歌里放下那些迷茫焦虑 放慢脚步重新认识自己 做真实的自己 即使乌云密布也要寻找微光 像云端 心之所想便是心之所向 去大胆的拥抱生活 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 话说听了这首歌 哪位爱唱歌的百灵鸟又自信的开口了呢 像云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